今天我們要帶觀眾朋友們來關心的就是 兩岸同生一氣 為什麼 因為就是Tesla Tesla在這一個禮拜 上一個禮拜 無預警的全球大減降 那麼一減的幅度高達了將近50% 那麼不管是台灣的Tesla的一個車主 另外還有中國大陸Tesla的車主 全部都跑到總部去抗議 我們現在畫面上面看到的是在內湖的總部 那麼內湖總部總共有十多名的一個車主 跑到了現場來抗議 甚至有一些警察也到了現場 最主要擔心會引起糾紛 為什麼會造成這麼大的一個風波 好 來 蔡總告訴我們大家 這個Tesla全球的大降價 這個降價幅度嚇壞了大家 因為過去從來沒有一個車商敢這麼做 那個前一天訂價才訂了600多萬 但是沒有想到睡了一夜醒來以後 馬上損失了一半 也就是損失了300多萬 好 到底怎麼回事 清潛 假如我是Tesla的車主 我一定也會去抗議 哪有這種玩法 我們當然知道新車四輪落地的話 就開始折舊跌價 這我們知道 但有這種跌法嗎 有這種玩法的嗎 你看Tesla全球大降價 我們先關注一下 剛才那個畫面 30幾位Tesla的車主 在Tesla的內湖總部抗議 還十幾名的警察 去維持秩序 你看一下 馬拉登S 這個是入門款 標準的里程版 330萬 一口氣降到245萬 降了26% 這樣我們已經覺得 嚇死人了 嚇死人了 這光是這個價差 就已經差了85.9萬了 對 這樣已經很恐怖了對不對 我告訴你 你看 極速性能辦 638萬 直接給它砍到306萬 天啊 便宜的一部車 便宜的332萬 降狐是52% 直接砍一半 你有看過這種例子嗎 打五折 馬上出清打五折 二手車 車價都還沒有在打五折的 但是它已經是直接 新車就直接打了五折 Jack 你是哪一台 S的是哪一台 S的75 能不能跟我們講一下 那個二手車的一個 這個 特斯拉二手車的車室的狀況 二手車的話 基本上都是在 我自己有加一個網站 就是買特斯拉的網站 那我們是有的車主 他要賣的話 我們會直接幫他 看在我們的網站上 然後沒有收什麼 刊登費用 也沒有收佣金 那就是說 他自己要賣多少錢 他自己登在上面 然後呢 另外要買的人 他就兩個人聯絡 聯絡後以後就直接 自己成交 然後到監理所辦個過戶就可以了 而且都是現金購買 特斯拉二手車是不能貸款的 特斯拉二手車不能貸款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它的價格 保值性到底有多好 這個是一個二手車 然後呢 它在2019年的時候刊登出來 這個是Model X 100D的 那它是六座的 刊登日期是2019年2月25號 也就是最近嘛 對 然後呢 它的出廠的月份的話 年份是2017年的5月份 領牌的時間是2017年的8月份 里程數的話呢 大約是 4萬公里 4萬公里 那現在呢 現在怎麼辦 這台車怎麼辦 現在新車價 新車價只要300萬 300而已 對 所以這個中古車價 到現在還沒有人敢開這個價格出來 其實我在看那個 我後來去查了一下 Tesla在台灣呢 是從2017年進來的 那2017年進來到現在的話呢 總共呢 大概賣的量數的話呢 大概是 兩千 一千 不到兩千台 對 不到兩千台 不到兩千台 那從2017年到現在 2019年的話 剛好是三年的時間 但是這裡面的話呢 我們要好好來詳細了解 為什麼 Tesla會在這個時間點 全球大降價 那麼這一降的話呢 不得了 Tesla的一個股價呢 在上個禮拜的話呢 開盤的時候呢 就已經跌掉了這個8% 但是今天的話呢 電子盤 盤圈盤的話呢 居然已經開始漲了 對啊 這可講啊 還是有人覺得 降那麼多以後 我想去買啊 是 對不對 不過我們獨家跟大家分析 這個老實講 這個對車廠來講 這種這麼大的降幅啊 其背後一定有關鍵的原因 有四大關鍵喔 第一個 Tesla非常需要錢 你看他有一個 這個合約喔 就是說在3月1號 沒有達到359塊美金的股價的時候呢 公司必須支付9.2億美金喔 大概280幾億的台幣 去買他可轉換的公司債 那一天宣布降價跌7% 所以收盤是294 沒有達到這個門檻 所以他必須要拿出9億多美金 那大家會講 9億多美金很大嗎 對這種大型公司 應該不是那麼大 我告訴你 他現在Tesla帳上的現金 只剩下36億美金 因為Tesla這家公司 成立到目前都沒有賺錢 都一直在燒錢 一直在燒錢 所以你可以看 他現在要穩住他的一個現金流 只有一個出一個絕招 我降價 對 降價了以後呢 我更多的消費者 看會不會來買 再捧著現金給馬斯克 然後來解決他的一個現金流的問題 但是這有辦法馬上解決燃眉之急嗎 因為他的一個這個3月1號 是必須要達到359塊美金 可是問題是說 他的一個現金流 他不可能馬上就這樣子入賞 對啊 所以他要很快 對 這一次降價了以後 全世界的這個買氣要爆發 對 沒有爆發的話 又拖了這個半年一年的話 我告訴你 Tesla真的會 會斷掉下現金流 可是你知道 Tesla從開始 從開始一直到現在為止的話 每一次Tesla 碰到問題的時候 大家都一直質疑 他的現金 或者是他的財務是有問題的 甚至過去的話 他在這個市場上面募資的時候 大家也都覺得說 他的財務可能會出現問題 那麼這家公司到底會不會倒 好 那麼現在甚至宣銷層上的就是 Tesla的財務長 首席的財務長 居然在1月31號 閃遲 對啊 公司有沒有問題 我們外面的人真的不知道 對 但是有一個人 最早知道 就是一家公司的財務長 對 公司的帳差很清楚 通常一家公司的重大虧損 不見得財務長要離職 但是假如要倒閉或設計不法 那財務長第一個就走人了 對 這個財務長叫德巴克阿胡加 他是二度回鍋 2015年的時候 他離開了Tesla 是當時留在Tesla 這個時間最久的一個高層 但他離開2015年 2017年重新的回鍋 回鍋了以後 表示你對Tesla很有信心 對 出去繞了一圈又回來 要繼續待 現在2019 1月31號 閃電離職 所以大家講 有沒有問題 你這個會不會出現了 財務長看了一下 財務報表以後 天啊這些財務的話 漏洞百足什麼的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 趕快走人 對 而且他假如繼續留職的話 假如有一些 比較重大的問題的話 他會吃上法律的官司 第二個關鍵 你要降成本 實體電 把它關閉了 Tesla 未來要怎麼樣 前面的網路銷售 第一波 從3月4號開始 美國就開始 大概有十多家的門市 面臨關閉 為什麼 他未來要裁員7%的員工 大概3000人 那現在他的工廠是供不應求 生產都來不及了 不可能從工廠 生產線去把裁員 那誰 就是他的一個實體電 那Tesla 曾經在美國 面臨一個訴訟 他在很多的州 他就是這樣 這個實體電 然後你看一看車 他車了以後 你都到網路去購買 就惹火了美國 像密西根州 密西根州是美國的汽車重鎮 所以很多靠什麼 汽車銷售員那些人 誰靠那口飯吃 你來這個 我們都沒飯吃了 去訴訟 訴訟以後贏 變成Tesla 你可以實體電 但實體電 你只能去看看車 不能在現場討論價格 也不能說我要買 所以美國很多州 密西根以外 德州 還有亞利桑那州 都是是什麼 你可以設電 但不能實際的這個銷售 所以也有可能法律的規定 所以現在全球 378家實體的電面的話 所當其衝 從那個美國加州 美國加州沒有這個規定 所以從那邊裁員了以後 那你看他要裁員 關掉實體電 他是不是他們必須要 開源接流 我問一下這個Jack Jack 你們現在在 過去你在訂那個 Tesla的車子的時候 他到底是怎麼樣訂的 他訂車很簡單 事實上你去他門市的時候 就直接他帶你去試駕 對 試駕完了以後 就直接在電腦上面 就像你在購物一樣 直接點一點配備 然後直接印出單子來 刷卡 簽名 所以事實上 根本不用到門市 你在家裡點一點 線上刷卡 你就可以訂車 國外都是這樣子的 那你可不可以跟那個業務員 討價還價 因為一般傳統的機銷商的話 不行 對 他們沒有價 所以那個價格就是 按照上面訂價 訂多少就是多少 對 連一點承扣都沒有 除非說那台車是展示車 有歷程數的 對 或者是這台車已經下架的 沒有這個配備的 它才會有車價 那你也不能跟業務員 凹東凹西 特斯拉連贈品都沒有 連贈品都沒有 連交車的時候 有的車主有拿到一件T恤 或是一支雨傘 有的拿到一支筆 對 它的價格就是在那邊 對 那你有沒有那個業務員 來服務 有沒有差 沒差 其實上你看到 Tesla的售貨物 都是帥哥美女 沒有那種賣油車那些 比較年紀比較大的售貨物 他們都是用剛畢業的學生 來去賣這個車子 等於是你只要會開車 然後去試駕 然後試駕完以後 大概介紹一下車子 你就會下訂 因為你開過特斯拉以後 你就會愛上他 你會不會擔心說 Tesla撐不下去 後來你的車子變孤二車 你說之後嗎 對 我不太擔心 因為我覺得 特斯拉的車子 事實上它如果開過的人 就知道它真的不錯 但是很多車廠 我覺得都會想要把它吃下來 好 這其實也是一個重點 就是說為什麼Tesla 這次會全球的一個大降降 那麼還有一個關鍵 就是各國的一個補助都喊咖了 包含了美國 中國以及加拿大 對於電動車的補助全部都喊咖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的話 所有的大廠全部都要搶攻這塊市場 對 這個第三個關鍵就是說 因為各國的補助都已經快到了 像美國它一台電動車是7500美元的補助 但是川普有意在2020或2021年就咖 所以Tesla就是我先搶先贏 我先降降你們都來買 為什麼 馬上明年2020年就沒有 就沒有補助了 人家就不會來買了 第四個我覺得這會是關鍵 只有你Tesla會做電動車 沒有喔 你先跑喔 你知名度很高喔 但是其他的車廠現在也是全力的推動 比如說相對於Tesla 這個600萬的高價車種 保時捷 Tekcan這個出來了 9到13萬美金 就是277到400萬 比你那個本來賣600多萬的 那個還便宜 這個 這個平100低 對不對 你看台灣2018年11月開始預購 然後借單就那時候都還沒有公佈價格 只要付8萬8的押金 就借了360台 好 那我假如低價的呢 你算 你假如電動車的車省是這個 這個賣最好 你算的LIF 這個2019年的第二季會引入台灣 今年喔 對不對 平均的售價150萬 比你那個降價下來都還200多 都還要便宜 還要便宜喔 平均10分鐘賣一台喔 還有包括Bandu 這個是電動休旅車 EQC 2018年也要正式發表了 還有Jaga的i-Pace 這也是賣得多好 累計的銷售已經有2400台了 所以預計今年要導入台灣 所以你看各個競爭對手 都是全力的推動了電動車 哇 這個Tesla你怎麼樣迎戰 只有一條路 降價 好 這過去的話 那Tesla的一個價格高不可攀 如果要選擇車四的話呢 你搞不好會捨棄掉Tesla 最主要是因為它的一個價格的因素 但是我問一下Jack 剛剛蔡總有特別提到那幾輛車子 裡面最具有競爭力的 跟Tesla來比較的話 哪一台 就Porsche的那一台 Porsche那一台 Porsche那一台我們剛剛看到 它已經 接單已經超過了360台 它的價格是277到450 那如果相較起來的話呢 可能可以買到了 Model S的P100D 這個等級 或者是Model X 那極速型 性能版 那如果要選擇 你會選擇哪一個 我會選擇Model X 還是選擇Model X 還是選擇Model X 所以你是那個Tesla的大粉絲 而且聽說你介紹了很多朋友去買Tesla對不對 對 我全台灣推薦最多的 我大概推薦了50個車主 50個啊 對 那你是他的那個啦 經銷商啦 所以我有獎勵啦 因為他有一些推薦制度啦 他的推薦制度是怎樣 送你一台RS2 就是Tesla的跑車 Tesla的跑車 我可以用兩折的價格買這台RS2 你會選擇Model X 你會選擇Model X 你會選擇Model X 可以選擇Model X 你會選擇Model X